第一个中奖号码 第一个中奖号码出现了 39号 乐透乐透 人人都想成为亿万富翁 不要以为一夕致富不会降临 现实生活中 真有人把名牌 用算的算出来 有人说一张财卷代表一个希望 但要如何中大奖 现在就有专家教你怎么算牌 三期内开 现在已经第三期没开了 下一期开出的几率就会很高 这是从棋具方面去抓热门号码 不论是大乐透还是精彩539 江先生说的棋具 就是把近100棋开出的奖号 做上记号 就能看出每个号码 间隔几棋就会开出 另外你也可以上头转选取 开奖一篮表 自己回家DIY远近新表 选出最热门的号码 所谓的远近新表 就是依据号码顺序 保留近期开出的号码 删除重复的数字 最后每个号码只会剩下一个 而最近四期没开出的号码 就是最容易被下一期中奖 专家教你运用统计学找出名牌 但还是有人相信 靠名姓比较准 不较准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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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过来 四支 五支 二支大部分都出两支 三支 那也就中200块了 对啊 大部分都中这样200块了 为什么不给我种个六星呢 最多就是五星啦 真的可以称为神狗了 另外云林还有人大胆的把主意 打到百年古墓上 深夜时分 六男三女拨开墓碑旁的杂草 在盘子上摆满面粉 表面刮瓶后开始焚烧明智 这有名字在这里的大盆 好估计 甚至要做毅工了 15岁以后你中了 你一同做狗的也不要紧了 一群人深入墓园却一点也不害怕 为了就是等待墓碑前的面粉 显灵出现数字 另外在鸟里也有人风采神妙 摇一摇平坦之后 你看到号码叫朋友一起来 你也不要跟别人家讲说 我现在看着这几号 但民俗专家说 要从这一盆白沙里看出玄机 就是见仁见智了 那就是要看每一个人 他自己心灵神灰 他悟出来的情形 那也就是说跟这一个人 当事人的当下的这个 他的运气上面是有关系的 尤其在于这个天地磁场 最混乱的时候 大部分它就是一个玄机所在 什么叫大混乱 比如像大地震 还有大雷雨 这些天地磁场产生混乱 如果这种混乱又刚好 有一些的災难发生的时候 这里面就会有相争献的一种 事物处跑出来 民国88年921大地震 造成全台2400多人死亡 10万多间房屋倒塌 没想到就在四天后 统一发票特奖竟开出 94445421的号码 投尾数连财恰巧是921 中间号码44454 更有婚细眼协议 发生捷运随机砍事件后 这么巧统一发票又出现 545448 不仅连续四个四 和被害者的人数相符 尾数48的谐音 48也很令人发毛 但反而有人认为是 我是我是 是是是发的谐音 听来情绪多了 那灾难以后 可能有 因为组长乱料 有一些就产生一种 怨气出来 比如像死掉的人 最原始的人他们就 这种怨气就会特别的 特别的隆重 然后就会出现在 这个树木柱上面 101年林一世涉嫌 贪毒所谓案闹得沸沸扬扬 他的姓名独以类似014 还一度成为 投注站最夯的时事牌 还签到风牌 没想到三星彩开奖 就这么刚好开出014 一共有多达444柱中奖 创下台彩开卖以来 中奖注数最多的 历史记录 民国92年台北这位颜太太 在临堂前哭得很难过 是因为她的丈夫 原本是两年前的乐透彩 千万得主 没想到过世时 却什么都没留下 这个人可能运气财运是旺 但是她的人心也快走下来了 这好像很奇怪 这一个理由好像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她的财运运气旺的时候 她去签可以签得到 但是当她欠到了以后 她的人生就完了 她会赌 去好友跟我说去仿球 那就打电赌了 住一千万 两年以来 钱都花掉了 她是那个是赌钱 她户子两个人赌钱去观光了 现在也是低收户户了 她那后来就没有低收户户 把它取消了 对 把它取消掉了 现在有了 现在怎么会没有呢 从穷光蛋变成千万富翁 台北这名严先生中奖后 短短两年就花光奖金 此前又变回了低收入户 奖金来去一场空 新北市一名吴先生 中了乐透 独得三亿三千多万 去年过世 她的前妻以及前女友 纷纷跳出来 要替孩子争权益 中乐透了之后 有跟我们说 要买房子给我们住 他买房子给我们住的时候 他就叫我们不要跟他联络 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那我份额提告 高显金 这个乐透进来的钱 就好像赌博的钱一样 这种称为高显金 就很轻易打得来的钱 就会失败开 不会节制的反正欧北开 所以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中了头奖就表示好运到了尽头 人生要开始走下坡了吗 根据统计 全台光是中乐透 变成亿万富翁的人数 就高达104人 只是这些得主不是逃了 就是不见踪影 不知道中乐透到底是福还是货 农历年前财神道 史上担住第三高的威力 财奖金9.47亿 一人独得 101年台中有一对夫妻 独得9.47亿的财金 但怎么样就是不肯来领 堪称台财史上最会忍的中奖人 思考说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对讲 他是要搭自己要开车 还是要搭公共运输系统 什么样的方式来对 他们闭人耳目 他非常的担心 因为中了这么大一笔钱 他担心这个家人 会有生命方面的一个安危 看到那么多的亿万富翁 下场凄惨 获得财富的兴奋 恐怕还比不上 对自己生命安危的恐惧 我们统计第三季七年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善尽 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会帮中奖人做投资理财对话 所以我们的这个高的中奖人 我们希望他的财户 好不容易赢过中奖 不要在短时间之内就微微空 一张彩券造就多少富翁 却让不少家庭破碎 其实先住只是一种发财途径 认真工作才能拥有真正的财富